再关心的是桃园市平正区 在昨天晚上八点多 有一辆护砖的校车误闯了振兴路地下道 司机一丝是不熟悉路况 没有注意到限高只有2.5公尺 车顶撞击到了地下道 挡风玻璃碎裂 而撞击之后他自行倒车 还好车上只有驾驶一人 只有轻伤并没有大碍 而经过警方的酒侧也没有酒精反应 哈喽我是蒋新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